哎呦我的妈呀 节目一开始先给各位报告一件事 是王蕾大哥要出书了 哦 魔鬼 哇哦 人魔跟鬼故事 那其中十个人魔的故事 那鬼鬼的部分就是包括我来鬼登讲 有从今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故事的内容 是 节目一开始赵冠丽先带给你一段影片 请看 哎呦没看到 没看到 已经出现了啊 哪里 哪里 出去看 哪里 左下方 右下方 妈妈后面一个小女孩 啊 啊 啊 你不讲我没看到 也超明显的吧 再看一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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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故意挖掉的 那帅哥 他 他没有眼睛啊 这个是 这个应该是在那个日本的 那个 最漂亮的海洋馆 海洋馆 对对对对 最大体不尽的宾馆员工 会招待什么乐意呢 为了省下重建费 租下了一间鬼屋 正开终能全身的飞马 在芒槽间出现过打工 不断出现在后照镜 必须看得见吗 一夜旅行快乐出门 却遇上一堆无法解释的现象 决志的鬼火悠悠的点起鬼灯 今晚降落谁家 马国行的报告班长 一个都不准跑 是的 这个故事呢 是发生在我当兵的时期 那有一天晚上呢 我站这个衣衫的卫兵 那照管理呢 站到三点之前 在两点四十五分钟 那我们都要去到寝室去找 下一个卫兵 然后来准备介绍 然后那时候当时是 呃 我们的营区是在一个 以前旧的一个医院里面 然后那一次就是我在 2点四十五分的时候 我就准时 然后从我站卫兵的地方呢 往长廊走去 然后那长廊大约有 呃 五百 四五百公尺 然后中间呢只有五盏 很昏暗的灯光 所以变成说你在走那长廊的时候 你会 你会觉得像是一条死亡道路 要走过去的时候 你就会很担心 然后那一次我就是当我走到底的时候 准备上楼梯 我就听到旁边的教室 里面 有声响 当时我听到有人在 推拉窗户的声音 我直觉 有小偷入侵营区 所以当下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赶快去抓这个人 于是我就往教室里面走去 走进去的时候 因为当时 教室里面一片漆黑 然后我就持续听到 有窗户开关开关的声音 那我就开始很紧张的找出了 那个灯的开关 把灯一看 灯一打开的时候 我往里面一看 没有人 也没有任何的东西 那我就想说 走到窗户灯的旁边去看一下 检查一下窗户 窗户还是锁好的 然后都没有任何的 动过的痕迹 那我想说 可能应该是我听错了 那我就准备离开教室 然后离开教室 我再把灯关上的那一刻 灯一灭 蹦蹦蹦蹦 又开始 当时我就想说 我应该是遇到了什么事情 于是我就想要离开那个现场 但是我要想离开之前 我的双脚却已经听了我死换 他没有办法动 所以我那时候就 没有办法 只好整个人就 癱瘓趴下来 我用 这一辈子我在部队里面学的 匍匐前进 我从一楼的那个教室 一直爬爬到三楼寝室 花了半个多小时 爬到长官办公室去 跟长官报告这个事情 那当时我就是 我记得是我们佛导长留守 所以我就敲了我们佛导长的 那个寝室的门 一直在叫出 报告佛导长 然后叫了很久 然后我们佛导长过来开门 那因为我们佛导长他本身 其实 呃 在部队里面他们不太喜欢去 我们这些阿兵哥去讲一些 跟鬼神有关系的事情 所以那时候我也不敢跟他说 我看我遇到了什么事情 那我只敢跟他说 报告佛导长 好像楼下有小偷还是 那他说 怎么可能 那我说那你要不要跟我 下来看一下 结果后来我们俩就 又到楼下 我们再去检查一下 那一间寝室 看看里面是不是有其他人 那在检查当中 发现都没有 可是 我们要离开那个寝室的时候 在登一关的时候 我突然我又听到 那个声音 可是我看我的佛导长 他并没有任何的表情 那我想说 我真的撞到一些什么事情 这是其中一个 好好好 对不对 恐怖 这个同样是发生在我同一个营区 然后那个时候是性病时期 有一天中午就是 我们早上已经排练了很久 然后超了很累了之后 十二点半一到 然后部队开始就是 放饭 就吃午餐之后 我用了五分钟的时间 赶快把我的那个午餐吃完之后 我就准备想说上去寝室 那边睡一下 一到寝室之后 还没有学长上来 我先把电风扇 先敲到我的位置去 然后我就赶快上床铺 准备要躺下去睡的时候 欸 马上就有第二个人进门 女生 藏法 我才准备想说 欸你怎么要来我们寝室的时候 他 然后就马上拐到我的掐住 然后我整个人本来是 坐在那边 然后我整个就倒在床上 完全 手被 制伏在整个 人是这样趴在床上 然后是没有办法动 然后我就 我一直想要问他是谁 为什么要这样 想要干嘛 一直掐住我 我根本没有办法讲话 然后我一直试图要去看他的 看他的那个脸长到底如何 可是那头发就一直在他面前这样画的东西 所以我变成我没有办法看清楚他到底长什么样 到底是谁 然后我就一直挣脱一直挣脱 我大概 挣脱大概有快三十秒钟的时间 我那时候右脚好像去 顶到他把什么 顶到不知道他哪个部位 突然一下他人就 就消失了 然后我整个人 弹起来 然后我再看一下寝室 寝室那边没有任何的人 没有任何的东西 我就真的我已经吓到一身汗了 结果我就马上冲 从三楼冲到一楼去 然后那时候刚好 我的学长宋少卿 我遇到他 我赶快把他抓着 我说 少卿少卿 那个我刚在楼上 遇到一个很怪的事情 有人在楼上 我在躺窗上 有人掐我 少卿说 掐你 哦 应该是一个 藏法的女生吧 然后穿了白衣服 我说听到他讲的时候 我整个吓到 我说你怎么会知道 因为我并没有跟他说 他说 因为那个鬼 他其实就是出了那个地方 那只要来的新兵呢 一定会被他至少压一次 以上 当时他是这样吗 差不多 而且他 他感觉是要侵犯我的感觉 我那位 之前邵星哥有讲过 对 是正常的 真的啊 这算是我第一次的遇到的经验 因为那个时候高中啊 我们九个女生感情非常的好 那你知道毕业旅行都会就是 好朋友边在同一间房间 那我们那时候是九个人分到两间 那我们当然就想说 好啦我们也知道习俗不要睡边间 我们九个女生感情又好 好我们睡一间就好了 九个女生就很开心的啊 在一间的房间里面聊天啊 然后玩牌啊 玩大富翁什么的 那在这中间的过程呢 就开始有人陆续去洗澡 因为九个人在要排队 那我这个人话又特别多 又喜欢玩牌 刚好那天手气又不错 玩玩玩玩到最后 欸 啊我最后一个 好好好 换我去洗了 我就把东西传一传 然后就进去洗了 然后就拿着水 就一直冲冲冲 然后想说明天要去拿玩 这样的 这个时候呢在洗洗洗 冲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听到我的门 咔咔咔 咔咔咔 我就觉得奇怪 为什么你们八个人 刚才在那边洗澡的时候 不来上厕所 现在才要来上厕所 很不开心啊 因为那个敲门声 就是让我觉得 被打断了这样子 然后诶 奇怪 又继续敲 咔咔咔 咔咔咔 我开始不爽了 因为我觉得我被整了 你看我最后一个行 那时候已经接近一两点了 都快没时间睡了 唉 开不开心吗 我就把水龙头先关起来 然后呢 在外面先隔着门 拼一下他们到底在干嘛 我就听到一群女生 有没有那种 哎呀怎么样 很开心在那边笑的声音 我想说 整我齁 现在怎样在整我 觉得我脾气好可以整我是不是 然后我就一个不开心 我就把浴巾用一用 然后身体擦一擦 啪 然后一出去就骂人 这样子看差点三只斤都要飙出来了 就 哦 气冲冲的小悠开门后脸色大变 广告后更惊悚的内容在等着你 林荫三缺一要来参一脚吗 绿色的脸跟紫色的脸 就是打麻将就就就就就就就 吵醒了 我整个人就是冒冷汗 醒来 我想说 哎 龙上怎么那么吵啊 然后那个那个警察他就 手在抖 他一直看见我 你将新班来他就把童话跟我讲 我说 哎呀 我 山东大哈 的 哎呦我的妈呀 我把浴巾用一用 然后身体擦一擦 啪 然后一出去就骂人这样子 看差点三只斤都要飙出来了 就 哎 我就看到我一个同学在敷面 其实当下是有点被吓到 但是 其他七个人都睡了 可是我刚刚听到是一群人的声音 啊 这样子的声音 我就看我朋友敷着面膜这样看我 我就看他 哎 你们刚刚只有敲我们吗 我突然很疑惑看着我说 谁敲你们 你们刚刚不是敲我们 还在外面笑得很开心 很白目耶 怎样 我就火有点上来 觉得你干嘛还不承认 你们七个在装睡啊 我朋友就看着我说 哎 我在敷面膜 非常不错 我刚刚都坐在这里 当场的那一分钟 我觉得我就是 身体是冰冻的 这谁敲我们 谁又在外面笑 不对 我就开始有点毛了 然后因为那时候已经接近快两点 我觉得再不睡 我明天起不来 因为六点就要集合 我就跟我那个敷面膜的同学说 嗯 好啦好啦 那我就没有跟他讲这件事 我就说 因为我觉得 其实九个人挤一间房间真的有点挤 不如我们就去隔壁那间睡 边间的那一间 空的 然后他也想想 对啊 看我那些同学睡成这样 好像也没有位置可以挤了 好 他就跟我去隔壁边间睡 那我就把头发吹一吹 心里也不要想这么多 刚刚等于是幻听好了 先上床睡了 那我朋友呢 敷完面膜呢 就进去那个厕所 刷牙洗脸 这时候我睡一睡 已经 差点要进梦乡了 欸 大概睡了五分钟以后 又听到 靠靠靠靠 靠靠靠 就觉得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要来烦我 我已经快睡着了 一坐上来的时候 从床上坐起来的时候 等一下 我刚刚灯是开的啊 怎么关起来了 心里想不对啊 只有这时候 敲门声更大声了 叩叩叩叩 比前面都还急出 我就觉得不对啊 我朋友 不是去厕所吗 那敲门声是哪来的 啊 隔壁房间的同学要过来 还是说我同学去隔壁房间 正要过去要开门的时候 叩叩叩 又听到 等一下 这个声音不是从大门传来 是从厕所传来 我想不对啊 厕所 因为门刚好就在厕所旁边 那声音很接近 我就仔细在站在厕所门天 扣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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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再聽 越敲越大聲 C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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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 想說好啊你再敲 我就是不開 怎麼樣 你想整我 我不開 這時候我就聽到有聲音 換你開門 開門 那聲音從一開始大聲越來越小聲 開門 開門 那我說好啦 我朋友可能有點生氣了 應該是因為門真的被防鎖了 我那時候都覺得一定是我朋友在裡面 好啦差不多了該開門了 就把門 啪 打開 我當場嚇到也是整個跪倒在地上想說 人啊 人勒 我朋友勒 沒有人 那是誰在講話 誰在敲門 我嚇到整個眼淚是直接這樣啪 全部這樣整個大哭 然後全身雞皮疙瘩 然後整個串斗的是 整個抖到我就是完全無法自己 然後我還直接尖叫 啊 大叫 叫到我朋友從隔壁房間過來說 你怎麼了 我就跟他們講說 我剛剛遇到東西了 趕快帶我走 然後我就叫他們把我從邊間那間帶走 我當天晚上一直哭哭哭哭 哭到早上六點 到隔天我都還在發高雄 因為太怕了 太嚇到了 所以我整個中間 這件事情結束之後 我還有去廟收金 那收金那邊的那個廟公那邊是講說 我遇到了 一個比較調皮的好朋友 然後呢 他在跟我開玩笑 好 喔 還在走 等一下好一直笑 好笑喔 直接小公 小優比較恐怖的 請亮燈 一 二 三 我回去坐 蛤 蛤 兄弟 我比你 我比你姓 我比你姓 趙哥就忘了愛 芒草堆裡的老先生 對 就因為之前前一陣子啊 就是我在花蓮拍戲 對 然後我們在花蓮拍了 那時候我已經住了差不多有半年的時間了 對 然後我的朋友 因為那時候陣子就是夏天嘛 所以很多朋友都會想要到花東去 一起來玩 然後他們就順便來探班這樣子 然後剛剛有一天呢 晚上我們 就是我沒有夜戲 所以我就 帶他們一起去花蓮玩 就玩玩玩 玩到凌晨兩三點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要回到我的 就是我住的宿舍去 那天就也是玩到兩三點嘛 對 然後一下橋之後我就說 欸 你左轉 你左轉 我說還副駕駛座 我就跟那個駕駛講 對 我就說你左轉 你左轉 左轉 是那個捷徑這樣子 結果他就說喔 好啊 還這樣開開開開開開開 然後我們就遇到了 就是碰到一間小廟 那小廟也算是那邊的 就是算是一個路標 因為其實在花蓮 就是只要到了晚上之後 他們的路 就是他們幾乎沒有什麼路燈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按照那個 車子的車燈去前進 對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廟的時候 我想說啊 那就對了 沒有走錯方向 對 然後我們就一直走 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那我們幾個朋友啊 就車上 除了我還有駕駛 然後後面還坐了兩個朋友 一起聊天啊什麼的也不管 就是車子這樣一開開開開開開開 他就突然停止了 然後我就想說 幹嘛啊 你幹嘛停止這樣子 對 然後就他說 小美你看 前面 這個哪有路啊 然後我一看前面的時候 我自己也傻眼 他說 嗯 沒有錯啊 因為一下橋的時候 就左邊這條小巷而已啊 沒有其他的路了 為什麼前面我們全部都是盲草堆 對 我們就傻眼 他說怎麼會這樣子 那我就說 那你先倒車好了 可能我們 你剛剛不小心拐個彎之類的 對 然後結果後來我們就倒車 倒車倒車 結果後來那個駕駛 因為他是女生嘛 所以他可能比較容易 就是受到驚嚇 對 然後就他在 就看那個後照鏡的時候 他就他就嚇了一跳 他就尖叫了一下 然後我們想說 又怎麼了 然後結果後來我們幾個人同時看 就往後看的時候 就看到一個老先生 他就站在後面的盲草堆 他就這樣子站著 然後直凳著我們這台車 然後我們就想說 凌晨兩三點會是誰啊 結果後來我們就倒車的時候 然後就因為老先生就站在車子右側 所以然後老先生 他就一直這樣子直凳著我們 然後還跟他對到一眼 然後結果我們等到 就是車子倒退之後呢 他站在我們的車前 還是一樣直凳著這樣 凳著我們 然後我們就傻眼說 你趕快開 你趕快開 我自己都有點害怕了 所以我們就往後開開開開開 然後想說 那我們也負責幫忙看一下 後面的路好了 這樣子也比較安全 結果他開開開開的時候 結果那個老先生又出現了 他剛明明就是我們這樣 就是八股的時候 他就在我們前方 我們也沒有看到他 就是突然跑到我們後面 結果老先生他又出現了 這次我們真的是嚇到了 我們就 就亂開了 就變成是我們那 我那女性的那個朋友 他就亂開了 亂開車 就亂鑽亂鑽亂鑽 可是我們不管怎麼樣鑽 我們就一直在那個 芒草堆裡面徘徊 然後他就繼續開開開開開 就一樣亂鑽亂鑽 我們終於回到那個大橋上面了 然後我們想說 那不要再走小路了 而且大家都嚇到 所以我們就決定說 就是從原本的那個大馬路走 對 然後就走了走 然後隔一天呢 因為我也沒有日系 那時候我們是拍 五六零年代的故事 對 然後所以我們都會 在一些就是比較老的房子去做拍攝 然後結果他突然有個女演員呢 在我們 我們還在拍攝喔 就在拍攝的時候 他突然叫了一下 然後我們就全長傻眼說 欸 我們在拍攝你在幹嘛 結果全部人就問他 因為他那時候臉色都變得非常的慘白 想說到底怎麼了 然後結果後來他就先講說 因為他前一天晚上 他在我們住的宿舍 因為宿舍我們就是 全部人都住在就是宿舍裡面 對 然後害他 他是住在也是這樣邊間 最邊間 然後他是左邊是已經完全沒有路的 所以 可是他就晚上之後 聽到走廊上就是有很重的腳步聲 是在跑步的感覺 然後他就覺得很奇怪 到底是誰 然後他就去聽的時候 他聽到腳步聲居然還有往左邊走 所以他就嚇到了 因為他左邊是完完全全沒路的 就是一個死牆 對 然後他就傻眼 然後等到腳步聲在過去的時候 他就想要 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所以就把門打開 打開的時候 他就看到一個老人 就老人家的聲音 然後就消失了 消失的時候 你們聽的時候 我聽到是一個老人家的時候 我自己也傻眼 我就想到我前一天晚上 我跟我朋友遇到的老人家 我就傻眼 結果他說那你 我說那你幹嘛突然 就是在這個時候 我們拍攝的時候 你突然尖叫 然後他就看到是 在我旁邊的一個演員的 在右側 他也看到一個老人家的聲音 對 然後就 大家就傻眼 想說怎麼會這樣子 而且更扯的事情是 後來我們拍的那一場戲 就是之後要去做後製的時候 完全沒有辦法用 所以我們等於是那場戲 我們之後還重拍了一次 右遍 妳覺得這個 這個比較恐怖的勤亮燈 1 2 3 很亮 妳剛剛在那邊電到 我有點傷 尿尿尿 沒了 偽無初租 那個時候我在香港 然後因為我為了要省那個 中間費 幫中間費 對 然後我就直接上網自己自己 然後就找了一個在中環的 一棟大樓 他有中環錯了 大楼是比较特别的,它就是一层一户而已 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搬进去住 然后我就晚上搬家 其实他们讲说晚上最好不要搬家 因为那时候根本没有办法 因为时间很赶,又没有地方住 所以就直接搬进去了 我记得搬进去住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我就去买东西吃 然后当我回来的时候,因为我住那个地方中华是比较近的 然后我就看到我三楼,灯有打开 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去想说到底是谁住在上面 我就看到人有叫我 左宫,左宫,这样子 然后我就往上面看 三楼,一个小女生她在跟我打招呼这样子 然后我就跟她打招呼这样子 然后其实也没有想那么多 然后就回家了 然后到了十一点 我记得是十一点多的时候 就有人叮咚 这样子 我的门铃就有人响 然后我就赶紧赶快去开 那时候我手也是一样有带很多这种佛珠的东西 我要开门的时候是开不了 然后一这样子甩 我整个佛珠全部起散 那时候就先不管她没有去想那么多 开门 哎 没人 然后我就关门 然后之后 在过大概十到二十分钟 又在叮咚 我去打开门 有一个男生 他就跟我讲 你送外卖 然后我叫外卖 他送外卖过来 我说我没有 他想说是三楼叫外卖 不过他去上面按门铃 没有人 所以他以为是二楼 所以他就下来问问看是不是我 我叫我说我没有叫 他就想说哎你们这栋楼很奇怪 每次叫三楼 都没 都是几乎在同一个时间这样子叫 每次送过来都没有人 没有人 然后我就觉得奇怪说 哈没有人 他说对啊 你知道吗 你们这栋的一楼 二楼三楼四楼 二楼好像只有你住而已 刚刚你是刚刚搬来对不对 我说对我是刚刚搬来 那之后我就觉得说 哦 有点不太对劲了 好 那我就没有去想他那么多 然后就 晚上的时候我就去 就是该睡觉的时候我就睡觉 然后 我看我记得是两点四十分 我非常记得那个时间是两点四十分 因为连续四天都是两点四十分 我就听到麻将的声音 第一天晚上我是听到麻将的声音 然后其实我已经睡了 我是被麻将的声音 然后被四个两男两女 绿色的脸跟紫色的脸 就是打麻将 吵醒了 我整个人就是冒冷汗的 醒来 我想说 哎 罗上怎么那么吵啊 我就想说 算了啦 反正是他们打麻将 就 不要吵 OK 连续四天 我非常记得那个时间是两点四十分 然后第四天晚上我想说 我受不了了 这个事情 我就下去下面想说 要跟管理员 投诉 你知道吗 哎 既然 晚上是没有管理员的 OK 好 那我就一路走的时候 我就一路骂有没有搞错 就是 然后就听到好像有人叫我 这个 这个 然后我就回头一看 哎 又没有 然后我想说 嗯 我还是刚刚回家了 然后先回家 OK 然后第二天 就去那个警卫室 就跟他 跟他讲说 哎 你们怎么昨晚没有人值班 他说 我们这栋大楼晚上 现在是没有这个 呃 管理员值班的 因为前四任 都是做了 夜班的 都心脏病发作 在当场这边 挂掉 然后我想说 哦 是刚好而已啦 然后就不要 就想 OK 那天的晚上 又是两点四十分 我越来越清楚 听到 那个声音 马上 砰 这样 我只是整个人 吓起来 我就走下楼梯 我想说 哦 不行 我不管它是什么东西 我一定要去投诉 那刚好 我对面隔壁那条街 就是 一个警察局 我想说 我就去报案 然后当我去的时候 我跟那个警 那个警察讲说 我楼上 有人打麻将 都在吵着我 我很吵 很吵 我说 真的不行 然后那个警察 他就 手在抖 他一直看着我 一张新班来 他用管的话跟我讲 我说 哎呀 看我 整栋大楼 只有我一个人住而已 然后我整个人就 我说 嗯 你还看吗 后来跟我一起开玩笑吗 然后他就去 他就去找那个 翻开那个包给我看 他说 你看到你听到什么 跟看到什么 我说我看到两男两女 我感觉上是两男女 在打麻将 然后 我前几天我还看那个小朋友 在那个门口那边叫我 然后他就打开那个包给我看 他说 一年前 在凌晨两点四十分的时候 他们因为叫 就是打麻将 然后他们煮开水 然后打到太开心 然后那个水 就是喷出来 然后他们忘记 忘记关那个 瓦斯鲁 瓦斯鲁 然后 他们四个当场就在那边死亡 然后 那个小朋友 他是 他在睡觉的 在房间里面睡觉的 然后他是要出来的时候 他 就 闻到那个味道 然后他要去求救的时候 那过程 他爬到那个窗户那边的时候 他是在那个窗户那边 哦 叫救命 是 卧室的 在他们发现尸体的时候 那个小朋友是在那个窗户 那边的 原来 他们这五个是 他们的魂还在那边 是因为他们的 其他的家人都在加拿大 其实他们的尸体 还在那个兵库里面 还没有做超度 所以 他们是希望说 赶快可以联络到他们的家人 来帮他们做这个超度 然后 我觉得蛮遗憾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看过那么多 呃 巫魂野鬼啊 或者是 鬼刺你啊 或者是 很辛苦需要我帮忙的 我觉得在 最遗憾的是 十年前 我爸爸过世的时候 我在这十年里面 我从来没有看过他 其实我心里面是很渴望说 应该说我很矛盾 我很想看到他 我又很怕看到他 因为我怕看到他的样子 是跟其他我看到的 在受苦或是在 需要帮忙的 而自我 的 自己就跟我讲 其实 那一次我在香港 的时候 我父亲是在的 他 他是我的守护神 他 就是 他们四个原本要来 侵犯我 就是要 来侵犯我的时候 其实我 我父亲是有帮我 有帮助我的 然后 那一年也是很 很 呃 我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姐姐小惨 差一点没 没命 然后我妈出了一个很大的车祸 我妈 现在她的这个 这边她是不能 不能这样子转的 你说我迷信也好 你说我什么也好 我自己就跟我讲 你父亲 他一直都没有中 你为什么要欺负我 只有他眼睛一睁开的时候 他的床头 占了一个人 是谁呢 就是那个被他欺负的女生 女生穿着跟那一天 被他性侵害的时候呢 在手术 在那个解剖台上面 一模一样的衣服 那个女生睁了两个很大的眼睛 不断的问着她 你为什么要欺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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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的妈 你直接跟我讲 你父亲 他一直都没有走 这十年 他都 留在我们的身边 当我跟我姐姐 我妈妈跟我的手不行 因为我父亲他走的时候是 很突然的 他心肌梗塞 心脏病发 他就 就这样子走了 所以 很多东西他都 我觉得 他辛苦了一辈子了 然后我觉得他 这么福也没有想到 当他走了 他还是这么爱我们 还是这么抓捕我们 对啦 他永远在保护你们 不过其实我是希望说 他放下 他应该去极乐世界了 我觉得他应该要这样子 叫你师姐跟他讲一声 好 来 觉得郑凱中比较恐怖的 请亮灯 一二三 哎呦 殡仪馆集团 在台北 在北部的某个殡仪馆 当年发生了一件事情 大概在半夜的时候呢 发生了一件车祸 这个车祸的死者 被撞死的这个死者呢 本身是一个女孩子 年纪大概二十几岁 长头发 长得非常的漂亮 身材也非常的好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 他在发生这个车祸的以后呢 当场就在现场死亡 那因为他的身上 并没有像一般的车祸一样 就是断手断脚 还是说骨折穿刺 但是呢 他已经死亡了 所以当时啊 这个负责抱怨 他的尸体的 这个刑事组的刑警 有从他身上的证件 找到了他的家人 然后家人也有赶到现场 也有报请检察官 率请法医来验尸 那因为 非常的肯定 现场 又有目击者 又有造势状 他的这个 被告 所以呢 检察官在验完尸的以后 就下令 把尸体 大体 交给他的家人处理 那当然处理的方式 就是先送往就近的 这个殡仪馆 那么由 这个相关的这些 葬仪式的员工负责 把他送到这个殡仪馆去 那整个 从车祸发生 到报验完毕 其实只有短短 几个小时的时间而已 当这个女孩子 他的大体被送到殡仪馆的 因为已经是午夜了 当天晚上到凌晨这个时候 他们的家人 不约而同 都做到一个梦 梦到这个女使者 在梦中 用两只手 摸着自己的这个 腹部肚子下面这边 然后呢 不约而同 不约而同的告诉他们 好痛 好烫 不断的重复 好痛 好烫 然后就做事摸的这个地方 醒了以后呢 本来每个人都以为 只是因为创伤后 压力症候群 后来因为要帮他办后事 所以呢 在灵堂 大家在闲聊 不小心聊 每个人都做到这个梦 而且每天都做这个梦 大家做的梦的内容都是一样的 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大家决定白天的时候 一起来到这个兵仪馆 要看看他们这个女性亲人的大体 到底是不是有发生什么事情 那么兵仪馆的员工 就带他们到这个冰柜 就把他拉出来 然后呢 就让你看 那当然在冰柜里面看到的大体 都是冰冷冷的很冰 像冰块一样的冰 那拖出来了以后呢 好像从外表 也看不出一个所以然 可是到底是什么事呢 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那也看过了 所以呢 就把这个冰 这个大体的冰柜推回去 因为啊 是没有结婚 然后很快的 就只好帮他办完这个丧事 然后白华人也不能送黑华人 所以也把他的神主牌呢 放在外面的姑娘庙里面 他们在很快的时间之内 就帮他搬完商事了 可是呢 搬完商事以后 很奇怪 也没有来托梦 也大家都没有在做到那个梦 到底为什么他要来说 好痛好烫 这个答案 后来有揭晓 为什么呢 因为啊 他们到冰衣馆 去要求冰衣馆的员工 拉开冰柜 让他们看 这个女士的大体的时候 冰衣馆的员工 他们集体掩盖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 那天在凌晨半夜的时候 把这个女性使者的大体啊 接进来的时候呢 是有一个男性的员工啊 负责把他接进来 然后呢 他要负责把他推进这个冰柜里面 可是 一直到早上 大概快要接近五六点的时候 是其他要来交接班的这些冰衣馆的员工 不小心发现 这个本来昨天晚上应该值班的这个男员工 他是昏倒在我们冰衣 我们冰衣馆里面啊 冰柜的旁边啊 会有要清洗大体跟解剖 所使用的解剖台的旁边 凌晨送来的这个女性的这个很漂亮 这个女性的大体 是放在那个解剖台上面 这件事情他们是没有跟这个家属讲的 因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怕节外生枝 然后呢 因为那个昏倒的员工 后来把他送医院 也不肯讲到底是什么事 而且生了一场大病 一直在医院里面 所以大家都不敢讲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呢 就赶快把这个大体 偷偷的把它放进去冰柜里面 把这个昏倒的员工送到医院里面 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 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是这个昏倒的这个冰衣馆的员工 自己说出来的 发生了什么事呢 那一天 当这个很漂亮的这个女性的大体 收进来了以后 这个冰衣馆的员工发现 这个女使者长得很漂亮 然后呢 再加上因为她是刚死没多久 她的身体上面还有维温 她又是身材很好 结果她就趁家属离开 整个冰衣馆的冰柜区 因为只有她一个人的时候 她就做了一件人神共分的事情 她用那个滚烫的开水 去浇在她的下半身上 然后呢 这也是为什么 她会跟家人脱梦 好痛好烫的原因 那么她这样做的原因 这个冰衣馆的员工这样做的原因 是因为要让她已经冰冷的大体 可以稍微有一点弹性 所以呢 她做了这样的动作 然后就对她做性侵害的这个动作 当她做到一半的时候呢 突然间外面的天气起了变化 然后呢 开始外面开始下雨 因为还是可以从窗户听到 开始在下雨 而且越下越大 那么这个冰衣馆的员工呢 也无意间瞄到 有一只黑猫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突然间静悄悄的进到这个解剖室 就坐在这个解剖台的旁边 就这样看着她 结果她就要打算说 反正我都已经这样做了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了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声打雷 闪电打雷 在这个过程当中 她正看着猫心里想说 我要把她做完 再把脸转过来 变成闪电的时候 这时候在她下方的这个女性大底 突然间坐了起来 而且两只眼睛 蹦地打开这样 直挺挺地在看着她 结果这个 这个冰衣馆的男员工 哇 下脸拿掉 就跳下去 然后就昏倒 然后等到发现的时候 已经是被她的同事送到医院去 可是她都不敢讲 因为她如果讲出来的话 被人家知道她做了什么事情 她一定会被活活打死 在她送往医院去的时候 旧时代的医院里面 并没有像我们现在一样 就是用把手式 我们现在很多的医院 是用把手式按下去打开 以前的病房是用喇叭锁 也就是你必须把它扭开 才能开进来这个病房里面 从她住进来了以后呢 每天到了凌晨的时候 那个病房的喇叭锁 会被扭开 扭开了以后呢 不管病床里面 有没有其他的病患 都大概在凌晨的时候 喇叭锁会被扭开 扭开的时候呢 会进来一只黑猫 这只黑猫 静悄悄的就走进来 就走到这个兵医院的 男员工的这个床头 就坐在这边看她 然后呢 好几次她自己被吓一跳 好几次是这个医院的护士被吓一跳 因为晚上要进来换药 或是要换点滴吓一跳跳 可是就只能把她赶走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而且每天来 每天来 一个月过去了以后呢 第二个月开始 这个黑猫每天晚上来的时候呢 房间里面又多了一个动作 就是在她躺下去的这个床头旁边呢 会有一个柜子 那柜子上面呢 会放了一个热水瓶 热水瓶就是让我们按开水 结果每一天 第一个月过了以后呢 每一天当那只猫来了以后 坐在那边床头看着她的时候 这个热水瓶里面的热水 会开始 开始 低下 就在满三个月的那一天凌晨 一样 猫来了 然后呢 这一次 但是她在睡梦中是被惊醒的 为什么 因为那个热水瓶滴下来的那个热水 整个溅到了她的脸上 非常的痛 哦 非常的烫 她被烫醒了以后呢 眼睛睁开了以后呢 她本来想要按她床头的那个护士灯 要叫护士过来处理 结果她眼睛一睁开的时候 她的眼睛一睁开的时候 她的脸上 她的脸上 那个热水瓶滴下来的那个热水 整个溅到了她的脸上 非常的烫 哦 非常的烫 她被烫醒了以后呢 眼睛睁开了以后呢 她本来想要按她床头的那个护士灯 要叫护士过来处理 结果她眼睛一睁开的时候 她的床头占了一个人 是谁呢 就是那个被她欺负的女生 被她性侵害的女生 女生穿着跟那一天 被她性侵害的时候呢 在手术 在那个解剖台上面 一模一样的衣服 那个女生睁了两个很大的眼睛 不断的问着她 你为什么要欺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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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她整个人就被吓得非常害怕 然后说我对不起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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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过我 放过我 结果那个女生 突然间就从本来站着的姿势 突然间跳舞到她的床上来 整个人就压在她的胸场前面 用两只脚跟全身的重量压在那边 然后整个人这样弯下来 用眼睛看着她 你为什么要欺负我 你为什么要欺负我 弄到她再度的昏倒 白天醒来的时候 大概早上已经是七八点了 当兵衣馆其他的同事 来看她的时候 她趁着最后一口气在 跟她同事讲出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了以后 就断气了 各位 我讲的是发生在三四十年前 台北北部一所殡仪馆的真实故事 谢谢 好 历史的对决来了 王卉大哥比较恐怖的请亮灯 复仇成功 来 颁奖 好 我那个还抓个十一脸干嘛 复仇成功 要开心一点 要开心一点 抓十一脸 来 来来来 这个自己复仇成功 这个 打开看一下奖品 来来来 打开看一下奖品 哎呦我的妈 什么鬼啊 舒服啊 嘴鸭船全身算那个数 哦 贴布啦 但是吗 嘴鸭船 你是不是被嘴鸭船的话 可以贴到全身 对 谢谢 不是 不要忘了买魔鬼这本书 来 谢谢 请坐 我们马上这个要进行我们今天的鬼奖真答出题 只要答对我们的题目就有机会得到我手上这个 小巧琳琳好收纳缤纷耳机一组 本周的主题目是 这个题目很难哦 为什么 因为节目看到这边可能大家都忘 请问 马国贤是被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的女鬼掐脖子 详细的参加办法请上 还有我的妈官方网站 我们在FB上面的 还有我们的网站 然后你去回答问题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 很可爱的小耳机哦 今天希望带给你一个非常 恐怖的星期一夜晚 下礼拜一 不归